一转眼来北京已经13年了 每次想家的时候 最想的是妈妈做的饭 你还记得吗 年少的时候 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 这一生的呼唤 妈妈的笑脸 我们就会像小鸟鬼朝一半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无论晚里成的是什么都 无比香甜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每种滋味现在常常在舍间 你还记得吗 年少的时候 妈妈站在家门口的呼唤 这一生的呼唤 妈妈的笑脸 我们就会像小鸟鬼朝一半 回家吃饭 回家吃饭 无论晚里成的事 无论晚里成的是什么都 无比香甜 回家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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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无论晚里成的事 无论晚里成的事 回家吃饭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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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回来了吗 二大 这是你愿意吃的土豆叉 这是妈妈给你做的打卤面 你最愿意吃的 哎呀 你还愿意吃我们鸭鲁江的鲤鱼 都吃了 孩子在外面打拼 他很辛苦很辛苦 就根本就没时间吃饭去 大家只能看到孩子光鲜亮丽的一面 真正的背后这些心酸 只有妈妈才知道